我太太说 啊 录正文很简单啊 有个点就可以发表了 我没办法 我还是要做点功课 我才敢讲话 就像今天 我这种不专心的人 我还会注意说 今天4月15号 星期五是耶稣受难的日子 哦 两千年前 那时候他被所有的 就是被一般世人 替我们这些恶人受罪了 所以叫做圣周五 圣节的圣 那今年轮到的是 4月15号 是他的受难日 但是今年轮到4月17号 是复活节 就复活节对所有的 在频道旁边的基督徒来讲 他的那个意义 好像大过了圣诞节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因为我今天早上起来 有几个意外的发现 跟原来是这样子 哦 原来我发现在捷运上 如果讲电话 你会不自觉的声音大起来 因为捷运的声音大嘛 就更大嘛 这时候你怎么办 会遭到别人白眼 哇 我就知道 捷运上最好还是不要讲电话 第二个 原来前天晚上睡不好 我叫状态不好 第二天也会缺席 预定要去的 文夏老师的告别式 你看我穿的这身衣服 就是想去告别式的样子 可是没办法 去不了 因为自己累 我还是要休息 因为妈妈一个晚上 突然昨天晚上又发作了 精神状况不好 她起来三次讲话 她都不知道 现在问她都完全不知道 好 原来宠物也有生前契约 而且可以死得其所 适得其所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今天没有去东的行程 就是第一殡仪馆 我就去了中午 本来就约定的一个朋友的新公司 她叫我去找她公司 我一看怎么写几个字 四季永远 season 四季永远 这什么行销公司啊 去了我才知道 原来这是一个 为宠物服务的公司 因为宠物的生前 有人照顾了 身后要不要照顾啊 免得你走到外面 看到很多的流浪动物 它就这样被压死了 或者是气势在旁边 实在是惨不忍睹 所以有个七八年的 这样子的一个公司 好像叫做在万里 叫翡翠森林 这样的一个宝贝的乐园 那我们的公司 这个公司啊 这同事是我以前的同事 所以原来拜疫情之次 有不少人好像觉得 待业在家 那原来拜前一个东家 结束了 我这一批朋友 他们竟然就有机会 进入到转换的行业 我说你怎么不告诉我 这什么行业呢 怕你认为我又在生命里一行业 生命里一行业有什么不好 为人家善终做一些告别事 做一些善后的事情 我才觉得是了不起的呢 他至少自己知道 我百毒不清啊 不会像某些人 说我接近医院 或者接近什么殡仪馆 就是倒霉 就是负能量 错 这个观念在我的脑筋里 没有 你看人家 直接的师兄姐 会不会就嫌弃 这些不会嘛 你看看那些去做一些 祷告式的一些 那些弟兄姐妹 也不会啊 但是有一点 包括牧师 要带我到楼上去医院 都在楼下说 来我帮你捷径一下 捷径一下 也是担心 有些不干净的东西 你看我跑了 跑了28天的医院 我妈妈住在医院里 我每次回来 不只是自己捷径 我还是两三天 就捅一下那个鼻子 为什么 就是自己要先保护好别自己 我才能够尊重别人 我才能够保护好我妈妈 所以原来 拜前一个东家之次 因为他结束了 我这批朋友呢 他们才开始来从事一个 叫做泪生前契约 泪是人类的泪 泪生前契约 跟安置这种 户内户外火化的宠物 有这样子的一个 讲起来算是 总代理的一个公司 而且就是在我们台湾 所以真的是 很了不起 我就问了他一个道理 你离职 有没有什么样的 他说有 第一个 财务要漂亮 不要不干净 离职的时候 好钱财 第二个 跟人家要沟通良好 因为做业务的 没有永远的分合 吴宗宪的一句 明言对他影响很深 吴宗宪说 人在高潮的时候 享受成就 人在低潮的日子 享受人生 所以如果你现在是 待业当中 还没有新的陶楼的时候 工作的时候 你就带着你的家人 或者你自己去享受 你的人生 去哪里走走 看看吃吃玩玩喝喝 当然现在 疫情简章的情况之下 自己要注意一下分寸 这是第一点 等到实际成熟的时候 你自然就有了一个新的工作 出现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 人在高潮的时候 享受成就 您觉得呢 好 做大家做一个参考 OK 我录了五分多钟 还不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